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真是知足 你才能够留长乐 对不对 你现在 你不知道很多正在奋斗在第一线上苦苦挣扎的很多什么叫中年 现在有一种新的分法 四十多岁叫青年 还是在青年这个范畴 因为现在人能活一百岁了 对吧 联合国的 我一直没去查是不是真的 好像联合国改了中年的最高年龄 好像是六十多 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新闻是说到六十 六十五到六十五 以前六十五是老年 二十年前的高龄是六十五 现在六十五中年 因为联合国秘书长一般的以上 为了让他工作久一点 我是说最近这个华为 你知道吗 华为好像很神秘 其实我应该说 华为这个企业又像是挺有名 又像是挺神秘 我过去一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但是你看他这个盒子 我现在发现到世界上很多地方 老外都用华为那个盒子 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他们确实实际上做的特别大 甚至都做到喜马拉雅山 南坡 就他们那种激战 最近他们的老总 著名的七十几岁 任正非 听说有个内部讲话 也不叫内部了 在他们华为的一个网站上出来 因为先是有一个传闻 就说这个残酷 说是传闻 传闻说华为在清退 34岁以上的员工 好像是什么呢 就有一个交付工程这个环节是34岁以上 好像是研发那一块是40岁以上 就开始清退 然后人们就觉得说这企业为什么会这样 于是呢 他留出来的这个讲话 在尼泊尔 任总跟员工这个座谈 这个基本意思就是说 这个网上有人传员工34岁要退休 说不知道谁来给他们付退休金 任总就说啊 我们公司没有退休金 这个30多岁 年轻力壮 不努力 光想着躺在床上数钱 可能吗 然后这个华为是没有钱的 大家不奋斗就垮了 不可能为不奋斗者支付什么 那意思就是我们买医保 买社保 这个什么 你们的退休得合乎国家政策 你即使离职了 你也得自己去交费 否则就中断了 国家不承认你以后就没有养老金 这个话说出来啊 有两派意见 一派意见认为就是说 任总讲得好 对吧 现在就是不能养老汉 哪个企业又不是红十字会 对吧 就是要你得奋斗 但是再一种就是说 说这个华为这个狼性啊 太冷漠了吧 这样对待员工 就是说人家把青春都卖给了你 结果过三四岁就把它清退啊 那种感觉 对啊 问题是三十四岁青春还没卖完嘛 原则上 而且我不熟识内地的法规啊 在香港 假如在香港好像违规的 香港不能因为你的性别 年龄 健康 康状况 有不同的待遇 这个叫平等对待法嘛 反歧视法嘛 比方说你们两个都是三十四 你三十四 你三十八 我不能说 哎 我把脑的 因为你三十八 我可以找其他理由 其他借口 我不能说 哎 文涛 对不起 因为你三十八 他三十四 我要年轻的 请你走 你可以马上告我 我估计即便他真要这么处理 他也会找其他的借口 他会有很多理由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本身呢 很多企业不需要直接把你除名啊 不需要开除你 太多办法了 把你放在那个另一个没人去的部门 你就待不下去了 把你掉到喜马拉雅山 从北京掉到喜马拉雅山 你肯定会说我不做了 对 或者现在都是绩效平分啊 绩效平分啊 末位淘汰啊 让你自己走是很容易的事 我碰过一个真的很难的 我以前好久以前在报社当高层嘛 有个年轻人当妓子 真的不适合啊 他从性格到文笔都不适合那个男生 那我们那时候希望他自己走 因为我们报社有个老传统 不吵人的 不吵犹豫的 那希望他自己走 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改稿啊 你交来的稿子 我说小豆啊 这个不够好 再改 好好好 马山再改 改了一遍 不够好啊 再改 改了二十六遍啊 不走啊 不走 因为改到第六遍之后 我有点跟他玩游戏 我就是要改稿 要你改 改到你走 他就是不走 二十六遍都不走啊 后来我最后只好直接跟他说 拜托你走 对 我说 我没力气 就在看你 从你那个稿子里面抓出问题来了 请你走吧 我可私下补些钱给你吧 不要耽误青春 就有这种人 所以你说什么叫青春 他们讲啊 就说这种是主要针对的是程序员 程序员 你现在不能不承认一个问题 过去讲论资排背 现在也是这个新科技的发展 让这个资和背啊 都有点这个什么了 虚头八脑了 为什么呢 就是你比如说 他们讲说你三四十岁的程序员 你怎么着 你说我了解过去的那个DOS的 那个系统 那现在根本没用 没有用了 对吧 你掌握这个历史 没有用 现在他们讲就是什么iOS啊 什么安卓啊 这种语言 那这种语言他才几年呢 那对 那一个年轻人 学的比你还快 而且就是说 你三四十岁的吧 年轻人 他一个是 他这个新技术 学习的时间 跟你是一样长 而且年轻人 没有家类 没有什么 他全心全意的可以投入 而且年轻人 肝还很好用 他你之前在卖的时候 他的肝还没有开始卖 所以他肝比你还健康 他因为程序员工作时间很强 如果要写一个程序的话 他现在 比如说他从20 我们说22岁开始卖 跟你34岁开始卖 卖干是两个不一样的层次 好可怕 没有这样形容好吧 卖干 很多的程序员工作起来 都是没日没夜的 大陆不是也累死的吗 就是经常是 睡床垫 形容得太可怕 卖干 对啊 坦白讲 这个事情 我活在前面的年代 我早就懂了 我记得我十多岁开始 朋友问我 长辈问我 找什么工作 我说我不确定 可是我不希望找一种 很快会被人家淘汰的退休的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也是小鲜肉嘛 十七八岁 谁不是 那时候有一些机会 有些 现在他也是我们节目 我觉得这个男嘉宾当中 最好 第一的颜值担当 那我们节目非常悲哀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 来担当这个颜值 所以我就说 你明天一定要穿的比较有款 他就把他年轻时 要饭的 这个毛衣穿来了 都截了球了 对 都是毛球了 我说你穿了十五年 你们这成就 这是最时尚 时尚 时尚 最时尚 我刚去巴黎 这一季 就是说 买了新的毛衣 你要把他毛球 真的 我这看见毛球 在你周围形成一个光运了 没办法 其他衣服死掉了 再会接着说说 你的这个中间 我忘记 我说 对 我说以前小鲜肉年代 那个有些长辈在电视台工作 给我机会 说要不要演戏 演电视剧什么 我就为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理由 我觉得不要吧 演戏好像很快就会被淘汰 你就年纪大了这样子 拉结我就拒绝了 我就找一个没有退休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真是无知少年 要选了读书跟写作 拒绝了演戏 你知道吗 可是后来原来演戏不是我所想象的 生命没有太短 你看刘德华现在还在拍炮溜 还演炮溜的 所以摔断腰骨了吗 是摔断腰骨还是什么 受伤脊椎的 原来演绎生命还是可以很长 所以这个要选啊 有些行当上IT的的确 年轻才是本钱嘛 经验上你说完全没有用 而且把你绑住 这个伟杰讲一讲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是一个态度上的问题 有时候比如说 以前比如说在台湾 我们就会说 比如说你到电视台 比如说你去公家电视台 或是一些公家赶索 你就会觉得说 我找到的金饭碗 可是说实话 现在淘汰率还有失业率 经济也没有这么好 这些金饭碗已经不再相经了 所以说无论你在任何年纪 无论是刚进社会 或是进入社会一段时间 你都要去想说 如果此时此刻把你丢到一个 同样要在竞争的环境 你有没有那个竞争能力 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有这个想法 就进这一行以后 因为我们这行也是有时间限制了 的一个行业 我有时候都会想说 如果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 五年之后 我还会想要做什么 然后我就去看我的前辈 五年之前他们在哪里 然后你就会想说 那我要不要去补充一些什么 要不要去做一些什么 总是要多给 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大家 不是咬着金汤匙出身的人 所以你还是要多为自己 着想一点 去多开拓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或者是说 比如说你是做 比如说你刚刚说程序员 好了 他在做 他对以前DOS的系统很熟 可是他在接触 新的这些系统的时候 也许他不是最纯熟 但是他有没有办法去增加 比如说管理的能力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是要多开发自己的潜能 他们也举例子 说像硅谷 那很多就是六七十岁的就是这个程序员 就等于这个人 自我学习和更新的能力 你还别说这方面 我真是可以吹吹牛 就是你要说年轻人学习什么新东西 可是我觉得 我比我身边的一些年轻人 我更注意学习最新的 最新的什么书 关于人工智能 关于什么 我有时候觉得我在这方面的好奇心 至少超过我接触的一些年轻人 你要说年轻人 他们掌握什么新的快 我怎么觉得在当前一些 这个国际上 世界上最新的这个潮流方面 我有时候看的比他们还熟呢 因为你在凤凰卫视工作 你每天都要接触最新 最国际话 但是呢 但是呢 他们这个打这个东西 速度快 比我快 你知道吗 他们说这个 我那天发现就说是 那天讲这个微信 我那天跟广美聊了一段微信 然后这个我在微博上公布出来 人家就说 我跟广美聊的 那叫中老年聊天 但是有一些 说好像说发现 我呀 使用那个表情 那个表情符号 表情符号 有浓厚的中老年特色 另外这个长度 说我的天哪 只有我爸爸才会给我写这么长的微信 现在我还发现一个 就是说啊 我们那个手机上 都是那个手指头 写的 我说这不是最新科技吗 我都是那个写的 年轻人不是这个 他们是拼音 对啊 我也是拼音的 哦 那你是年轻人 就更快 他们更快 一看我 拼音真的很快 对 然后他们说你看 又是一中老年特色 你有沒有发现 你在写的过程当中 他应该回你八句 然后想说 我到底现在回你哪一个 会不会有这种反应出现 对 是不是太伤你心了 不是 没错 他们都是一句一句的 他是发一句就发一句 然后就是说他一个一次给你发 他发好几条 对 我们是写好一篇文章 再从头看一遍 真是 我觉得有时候是逻辑上 就是比如说 大 我们也不是说大人 就有些人他是喜欢一次把事情 从头到尾讲得清楚 但年轻人就是 嘿 你好 怎样 然后就全部讲 然后其实你就想说 那你不能一次打 有时候你看 你会因为手机会一直 滴滴滴滴 对 我比文涛还中老年 我不仅是打了一段 你说打完之后 还几次斟酌一下 我还给我老婆交对一下 我有错字就不礼貌 有错字是不礼貌 我说一下 所以危机已经来 枪枪三人型广告 之后见 我还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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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给你们看看 就是这个经济学人 这个杂志呢 他曾经做过一个 就是人的年龄的 这个幸福感的一个调查 在美国做的吧 你看看这有没有一些规律 就是你看这个年龄 你看看没有这个幸福感 从18岁一直到82岁之间 最低谷的是哪啊 50到快到50 40 50的时候 你看40 50的时候 就是他们调查吧 就人在什么年龄 自我感觉的这个幸福感 就至少当然幸福 是个主观的感觉 但是这也就说明了 40 50岁的人的这个自我感觉 整体上讲容易陷入一个低谷 人到中年百事哀马 你看到最低的就是 那为什么80岁比18岁的还高呢 无欲无求啊 我觉得当就当你 可能是50岁 当然因为我不太大 没有到那个年龄 我不太大 但可能就是说 你到那时候你往比上 你可能还没有到 你比下你就不不出 你可能会对自己的自信心 会少很多 然后你就会比较不开心 可是到你到80岁 就是生活活着了 对 你到一个年龄 比方说中年过后 我们还是用50多岁做中年 你知道你认命了嘛 很多事情你知道 你做不到就做不到 比方说让我做利子 我完全没想过 再去想我发财的事 因为我在想 假如我真的能发财的话 我30岁就发了 40岁就发 到50多岁还不发不用发 这就叫知天命嘛 对 那我完全放弃了 像我很多以前觉得 还有机会的 比方说我希望 我坐在枪枪三连行 这个位置 长得挺久 然后他还不退也不死 那我就觉得也没有了 看起来 而且容光换法 看来还不会死 那我就没有了 我就放弃了 你呢就穿得越来越像摇饭 那那个放弃之后 那心就安啊 心安啊 而且还有一点 我记得那是一个朋友告诉我了 以前呢 有个机构出缺 我跟一个中年的朋友 是台湾的作家 我跟他讲 其实你应该去那个机构 当头 那个官方机构 简单来说 这是台湾 驻香港的文化代表 等等 他这样跟我说 他就说 家辉啊 到我们这个年龄 不能有老板 去那个机构当头 什么什么新闻中心主任 好像很风光 要老板 你出个差 要写千层等批 请个假 要什么 要什么样 他说我们花了一辈子 就是不要有老板 所以我觉得说到中年 咋如果能够不需要有老板 那当然就快乐 你看这个 他们有一篇文章 我看就讲 说这个任正非的这个讲话 充满了中年危机 就是说 他们就分析说任正非呢 当年是什么 当过兵啊 当过什么 就据说是任正非是43岁的时候 被人一脚踢出去了 就等于他的真实中年危机 所以他从43岁的时候创业 那真是 所以一直到70高龄 就打着打鸡血一样 全世界各地非这么工作 就他的感觉的确是 就是说我们必须不能躺床上数钱 一定得一直奋斗到底 就他是带着这种危机感 我就觉得这跟处境很不一样 我的中年的这个 如果说40岁开始 就中年开始啊 我的中年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倒觉得啊 就是越来越 你是知天命 对吧 那是孔子说的 我是越来越讲究中庸 就比方说 我这中庸是怎么回事啊 比方说 我说奋斗奋斗 很多人说奋斗 为了将来六七十岁 咱们就可以腐败了嘛 但是呢 你有了这个钱 你六七十岁 没了那个身体 对不对 那么说年轻的时候 咱们挥霍 咱们玩 对吧 那么你的老年 就是更加危机 所以我就觉得呢 有这两种选择 但是呢 我就取其中 我就发现呢 反正我也发不了什么财了 可是呢 我也得挣点钱 可是呢 我也不要 这个挣那么多 就是因为挣那么多呢 你就搭出你现在更多的 这个玩耍的时间 自由的时间 对不对 就是就等于玩啊 还是劳益 劳益结合 对 我现在越来 而且而且你实际上 你到中年呢 通常你还有了一个资本 就就对对对我们来说 就有一个什么资本呢 你有点可以 不叫以老卖老 你以中卖中 对吧 就是我现在就觉得 确实是你到中年 能够对自己有一个认识 就是什么事啊 我不适合做 嗯 什么事呢 更了解自己 对 我不喜欢做 你年轻的员工没有选择的 那个爱做不再做 你就做 到现在我也就越 我只要找着我真正要做的事情 其他的我不想做 我比如说我不喜欢粉末登场 那我就不粉末登场 我去做我爱做的节目去 当然你会失去一些钱 但是呢 同时你还有了一些自由的快乐 对 就是我现在在找这个中 你呢 你还没到 对 我就想说 等我遇到中年危机的时候 我就会向两位大师请教 但是我觉得再年轻一点 你看他们是 现在他们是34岁的时候 他也没有到说 可以到中庸这个地步 但他确实也不是像初出社会 那他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 你说的 他们就是讲啊 现在挺残酷的 现在中国社会 就是说 你30-10岁 就应该混到30-10岁的位置 比方说 你30-10岁 你这个部门主管吧 听他们说的那个更残酷 说你到40多岁 你混不上个副总 那要留你什么用 如果你到30-10岁 你还是一个跟年轻人一样的程序员 那么的确 要你有何用 我顿时有点终点 我现在开始做 所以刚说 华为这个事情是管理学的事情 因为它作为公司 你刚说是说 那个人本身 也混不到 表示你没用 站在公司是说 一开始你看这个人 你知道怎么样 你也了解我这个产业 必须要年轻的 而且 可是这个人呢 曾经贡献 可过程里面呢 你在一个管理学的角度呢 你就应该培养他 到了某个年龄的时候 他前面有做准备 要转到管理 他懂得判断了 年龄大的 相对于那个 18-19岁的程师员 他可能是慢 可是他懂人情事故 他总要跟顾客来谈事情吧 谈价钱吧 谈经营吧 你要把他管理 这是管理学的问题 所以假如到了前面这个企业 没有准备好好准备 没有给员工好好准备 只是突然说 35岁以上 老了 走 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太残酷了 还要看那个企业 甚至整个社会的包容 我前两个礼拜去台北 顶我的小说大长 你不顶我打说 我自己打 龙头凤尾 小说大长 然后呢 在飞机场 刚好我去了之后 就进去 前面有某一个欧洲的航空公司 开飞机叫什么 他们那个crew 那个团队进去 我看到一个不敢相信 我看那个空姐 她穿着制服 就是空姐 拿着一个皮伤 我看她整个背都脱了 我看她技巧有六十多岁 六十多岁的六十五六岁的 我们称为一般说空中婆婆这样 你看我们在 我猜内地也没有吧 台湾香港都没有到这个年龄 还给你飞 所以说整个社会 整个企业是包容的 而不是说 好吧你走 对 其实你讲的对 我认为就是中国从国家到人民 其实真的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 就是说呢 现在不是说讲不能歧视女性吗 将来不能歧视我们岁数大的 因为你其实我们岁数大的 你真是不像话 不是 我说的不是别的不像话 我说的是 因为多年计划生育造成的 这个人口的这个未来 结构失衡 结构失衡 我们进入老年社会了 那么进入老年社会 如果你对老有所为这件事 他们说现在真的是三千年 过去真讲清末的时候 讲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我觉得现在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这是因为什么呢 三千年来都是讲究老人在指挥年轻人 对吧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 就是中老年人在越来越多的领域 被年轻人打败 就是就是 你确实因为这个这个科技的这个这个发展 可是你看你的人口 将来老年人 中老年人是大多数 年轻人是少数啊 所以你不解决中老年人 他们的这个这种认识 你比如说像我在日本 我就看出来 你发现没有 我说这日本这年轻人都在干嘛呢 都不在啊 打车 开车的是老司机 到哪 到住酒店 你看那个 我住那个合适的那种 来的都是老太太 这样都是老太太 老太太不说呀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老太太 你是女性 你会不会这方面的危机感 实际更厉害 其实也会 而且做的就是出头露脸 对对真的 就是我真的有一次 就这是我个人亲身经验 就我要来凤凰工作之前 我的主管就是当着我的面 他已经知道我差不多要跳槽了 但那时候还在谈嘛 然后他就会说 你以为你长得多漂亮 你在我们电视台里面 对而且是在大庭广众 他说你长得 你以为你长得很漂亮吗 某某某某这场漂亮 你一点特色也没有 你觉得你去会做得更好吗 或什么之类 就是一种很羞心 当然他讲的也实话 我确实也不是一个 长得特别漂亮的女主播 或者是说我有特别 谢谢 就是当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自己有优缺点 但是有时候当你被这样挑战 其实你也会害怕 也会有一个危机感 可是就是因为他讲的话 让我很下定决定 说我一定要来 因为我不要五年之后还站在你的位置 在同一个地方 对着同样的人讲同样的话 那你当时怎么样回他 他这样羞辱你 我没有 我就直接去跟他老板讲就好 我干嘛羞辱他 去告状 没有就是因为对我来说 就是 第一你没有必要这样子羞辱我 这是 对这是没有必要 而且你不用拿 就是票不票那件事情 我也不是一个特别一定要求 每天都要长得很漂亮 或干嘛之类的人 但是我会觉得说 既然你这样子看我 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我如果有这个本钱 或有那个能力 往下走 换到另外工作 能不能坐下来 才是我证明自己的好方法 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一个位置上 都要想说 如果你今天真的没有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下一步要去哪里 比如说我之后可能就是说 那我又去跑马拉松赚钱之类的 那我就就是开玩笑 就说但是就是要有点要 但是你 但是你不觉得 就将来到四五十岁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在这 打着一个 一个这个功的话 那有危机感吗 会啊 当然会啊 所以就要多方面去尝试 自己喜欢做的事 会啊 这个行当有一句话说 我好高兴 能够跟观众一起变老 没关系 观众也会老 但是观众可能不愿意 跟你一起变老 观众会嫌弃你 比如讲的戏文 或者什么 观众会投诉 会吗 那观众只会把我们当成一个 中老年聊天的范本 他们我告诉你 很残酷了 观众真的也变老 他变老 他也听不了 那这 嘀嘎嘎嘎的节目 还是会听我们 没错 我现在就想到了这么一件事 将来不是中老年社会吗 你现在全社会都是好像 这个怎么着呢 在膜拜年轻人 都像争取年轻观众 都怎么怎么的 一个个的老大不小的哈 都没得我看的 都都做的都跟幼儿园似的 那节目 但是我现在想 中老年人将来就是大多数啊 他们要看节目的话 那么不就是我们这个同龄 给他们做的节目吗 我们可以一直服务到老 所以这节目 其实很长受 是吧 老板 所以这完全不用担心 而且有了网络以后 我们在网络可以装年轻人 网络里面没人知道 你是一头狗 何况你是老头 没人知道 我用个假名 小灰灰 然后 就很可爱的 装小鲜肉 跟小菊菊聊一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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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